吾爾開熙涉嫌闖入中國駐日本大使館被捕 吾爾開熙下午越過中國駐東京大使館的鐵欄 企圖進入大使館 隨即被在場警員拘捕 警方期後證實 抓住一個42歲持有台灣護照的男人 指他涉嫌非法入侵住宅 吾爾開熙被捕前接受共同社訪問 指他是要到中國大使館自首 但強調不等於承認自己做錯 而是希望有機會和政府官員會滅 訪問中提到他想回北京見父母